北京时间9月23日,G Sports 近日德克参加了吉姆·罗姆的博客节目,进行了一番畅谈 他透露文斯·卡特曾说过 他在努力尝试着比我在联盟呆得更久一些 我们走着瞧吧 我也不知道我俩谁能坚持更久 我肯定会继续出战下赛季的 我续签了两年 真心想旅行玩合同 但我也想看看第一年会咋样 在谈到是否考虑过加入超级球队时 德克表示 我曾说过 如果我们没能在2011年夺冠的话 我可能会考虑 夺冠绝对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成就和体验 不管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球队层面来说 当我看到大约3万名打拉斯球迷涌上街头游行 并陷入边框时 我真心希望大家都能有过一次这样的体验 如今这里就是我想呆的地方 我在这里呆了很长时间了 几乎成为了这里的一份子 大家也常开玩笑说来自打拉斯的德克 尽管我不是出生在这里 但我却有这种感觉 如果穿上其他球队的球衣会感觉怪怪的 谈到生涯一再降薪时 德克说了如下一番话 生涯迄今我足够幸运了 我也赚够了钱 马克 库班一直对我很真诚 是我坚定的支持者 在我新秀合同结束后 大概23 24岁的时候 我签下了第一份顶星合同 当时是6年 他推举我为球队的王牌 我无比荣幸 此前我从未想过还能成为球队王牌 还能签下顶星 这时我美梦成真 我和库班和达拉斯 这座城市的缘分会一直持续下去 我一直都希望表达忠诚 希望球队变得更好 因此我也想能帮助球队 最后谈到如果勒布朗 詹姆斯 科比 布莱恩特和乔丹都在巅峰期 你会选谁 时德克有种感叹 哦 吉姆 你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啊 我可千万不能说错了 我是MJ的铁杆粉丝 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看他打球 他是我开始关注NBA的原因之一 当时在90年代的德国 你每周只能在电视上收看一到两场NBA比赛 那时正值公牛王朝时期 几乎每周播放的都是公牛的比赛 我自然成为了公牛球迷 迷恋上了乔丹 斯科特 皮鹏 后来还有 丹尼斯 罗德曼 科比和勒布朗将会跻身史上最佳行列 但在我心目中世上最佳永远是MJ师妹 我们下转发 继续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